就是发际线 特别爱挑锅的头发 头发就可以飞起来 经验的养得很健康 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是秃秃女孩上线 我总结了一下 我近期以来很喜欢的一些头发护理的产品 还有我很受益的一些小工具啊 小习惯 有些产品可能之前的视频里面有提到过 今天就是一个大的总结和更新 希望对各位秃秃女孩们有帮助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先从洗顾类开始说起 因为洗顾类我觉得是最重要 最值得投资 可以把你的头皮环境养得很健康的一个类目 首先是Virtue这个品牌 还有一套洗顾 我已经空瓶了 好像上次空瓶剂之后我就把它丢掉了 我把它的图片放在这边 它是recovery系列的 Virtue这个品牌是我近几年以来 最喜欢的品牌之一 它们是专业的头发护理品牌 分的类别非常细 我头发的情况呢 就是发尾会很干 因为总是会造型嘛 用加板加直啊或者弄卷 它们修护系列的洗发水 我影响特别深 因为光用这一瓶 你后续不擦任何的发膜或者护发素 洗出来的头发都会觉得有好好的被护理过 吹干之后头发完全都不会有毛躁的感觉 同系列的护发素呢也特别好用 质地是非常浓稠型的 像这个样子的质地 我在其他品牌里面看到 一般都是做成发膜 但是它们的护发素就是非常的扛打 如果你不是极度受损的头发 我觉得那一瓶护发素就完全足够了 而且因为它质地啊很浓厚 所以用量不用太多 特别是发尾的地方 吹干之后我会觉得头发会听话很多 不会很毛躁 如果你的头发是特别干燥 极度受损的发质的话 我就特别推荐他们的这一罐修护的发膜 这个在他们家也是一个很王牌的产品了 烫染过的头发我都很推荐用这个 以前用过很多牌子的发膜 我就觉得当下用起来是顺滑的 但是总是用着用着就觉得没有前面几次用的好 Virtual这一罐我觉得它就是用上头发 明显的会觉得不一样 我这罐也是剩的不多了 倒扣过来 它都不会留下来非常浓厚的这种质地 这罐的用量也超级的省 我一般都是把它放到耳朵以下这一节的地方 它效果很持久 一直到下次洗头发之前 头发的发尾还是保持这样 不毛躁不打结 很顺滑很健康的状态 这罐就是从开瓶用的第一次到现在 我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惊艳的产品 如果要给受损的头发 敏感的头皮 想要做修护的人推荐洗发水的话 它们家这个发膜 还有修护类的这一套洗护 是我第一个想到想给大家推荐的 像绿标这一罐 基本上一次就已经洗得很干净了 再不干净 再多造型品的头发 大概洗个两次也是可以搞定的 我就觉得超级适合像我这种懒人 非常的省时间 而且它真的非常的温和 洗完之后头皮是轻松的 但又不会拔干 也不会紧绷 绿标这个洗发水 也是他们家比较火的一个系列 经常在网上是断货的状态 今天分享这些产品的折扣链接 如果能找到的话 都放到下面的评论区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看一下 我看很多人写的review 都说对于去蟹跟止痒 真的还效果挺好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困扰 或者你跟我一样 就是一个懒人的话 想要一步清洁到位 这一套是非常推荐的 下面这个品牌呢 叫做Vegamore 是我去年用到的 很喜欢的一个头发洗护的品牌 这个是洗发 还有护发素 还有这个是头皮清洁 这一套洗护 它特点就是蓬松有光泽 洗发水用量很省 之前长发及药的时候 也是不需要用太多 就可以洗到全头 洗完之后也是头皮非常的轻松 而且自然蓬松 他们家这支护发素 还有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Virtue的那支护发素 是我觉得为数不多 我愿意去回购它 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护发素 这个它的质地 比Virtue那一支就轻敏一些 它洗完之后呢 头发也是非常的顺滑 而且非常的有光泽感 光泽感 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他们家这个香味也非常好闻 所以整体的使用感 使用效果 我都非常喜欢 这一支头皮清洁凝胶 我非常喜欢 它是用尖尖头的样子 每次就是这样 第一在发缝上 然后按摩开 停留一下 之后正常洗头发就好了 它的清洁力很棒 每次洗完头发之后 真的会觉得头皮有被打开 有很放松的感觉 而且它的控油力很好 我就是一个大油头 基本上隔一天 就一定得洗一次头发 用到它的第二天 我正常应该要洗头发的时候 手啊放到发根的地方 还是觉得很轻盈 很蓬松的感觉 所以大油头可以试下这个 它跟我之前分享的 Philip Kinsley的那个绿品的 效果是有点类似的 它的清洁力和控油力 我觉得会更加强一点点 但是Philip Kinsley 就是非常懒人 一步到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懒的程度 去选择产品 然后还有这两品 它们的功效 对于我来说 它都是类似的 一个是我一直以来 很喜欢的品牌 Way 紫色的是 Ameca新出的一个3D的系列 这两个对于细软它的头发 都非常的友好 用完它们之后 头发就可以飞起来 真的是很蓬松 很舒服 我一般家里会准备 两三种不同类型的洗发水 风银类的洗发水 是家中常备 因为细软它 真的很容易贴头皮 然后我还会准备一个 修护类的洗发水 因为有的时候 头皮不舒服 或者是头发太干的时候 就会用那种 还有类就是清洁类的 要么就是清洁类的洗发水 或是专门的头皮清洁露 今天视频跟大家提到 所有的洗发水 还有以前视频里面提到 所有的洗发水 它们都是不含 一些不好的添加 因为我每次买洗发水 都会做一些功课 不要买含有硫酸盐的洗发水 在英文里面 它一般都会写是 Selfit Free 因为我们的头发 是蛋白质组成的 硫酸盐对蛋白质不太友好 它会让蛋白质分解 所以如果经常接触到 那种洗发水的话 会让头发比较不健康 Selfit Free的产品 一般品牌 都会在瓶身上标注出来 或者在网站上 有清楚的写到 它是不含这些东西的 因为它的用料更好 造价会更高一些 所以品牌一定会让你知道 这也算是 买洗发水的一个小经验吧 头皮精华 我也是经常会用到 这个类目 我第一时间想到有两个产品 第一个是这一支 也是Philips Kinsley 他们家的Density 主打头发蜂蜓 茂密的一个新的线 这条线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 我都买了 最推荐的就是 这个蜂蜓的头皮泡沫 它有点像二合一的产品 是属于有造型功能的 头皮精华 这个头打开是这样子 它里边挤出来是泡沫的样子 我一般都是直接把它放到 发线的地方 然后再按摩就好了 它这个质地也很轻盈 因为稍微拍一下 它其实就像水一样的了 按摩一下之后 就可以跟着吹风机吹干 他们家的头皮精华类的产品 都非常厉害 这个用起来是真的有效果 你用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觉得发际线里面毛茸茸的 二人多的气候就是比较湿一些 所以在家里经常搞得好好的头发 一出门 没多长时间就塌下来了 我就明显觉得用了它之后 整个头发的支撑力会久很多 如果再稍微的垫下发干 或者用一些喷雾之类的 出门一整天 这种湿热的环境 都是OK的 还有一瓶是Virtue的头皮精华 那一瓶我去年用空了两瓶 空瓶也是被我丢掉了 我把图片放在旁边 我的头皮有点敏感 所以如果用很多激进的产品 它就会红一块 有的时候搞不好 还会长那些小莉莉 所以头皮精华 我就很喜欢用那种很温和的东西 Virtue这一瓶呢 我就觉得它真的是又温和又有效果 它的头是那种喷雾状的 所以就是喷在发缝的地方 然后按摩一下就好了 也是比较好涂抹的 质地我觉得是很轻盈的 它喷出来就像那种 矿泉水喷雾的感觉 吹干头发之后 也不会有任何的存在感 不会粘头发 不会让头发出油 Virtue它就是见效 稍微慢了一点点 我觉得比这个稍微要慢一些 但是我觉得它是真的非常温和的 就是对于敏感性的头皮的话 是非常友好的 我用它的那段期间呢 就头皮非常舒服 就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 你的头发就长长了很多 所以如果问我 针对于敏感性的头皮 或者烫染过 漂过的头发的人 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头皮精华 就是Virtue的这一瓶 这两瓶它们的功效差不多 是针对于头发的 除开头皮 发尾的这一段部分 绿色的这个也是 我去年接触到的 很喜欢的品牌 叫做VOW 它们家给我的感觉 就是科技感很高的 一个头发护理品牌 很多产品会有一种 不可思议的感觉 但是就是很好用 像我之前推荐那个Dream Coat 那个小喷雾 也是让头发非常的顺滑 这瓶是针对于 头发尾部有分叉的那些头发 它是说可以减少 50%的断发情况 也不会有那种黏黏的感觉 蓝色这一瓶 是Amica的保湿系列 它们这个系列 我最喜欢的产品 就是这一瓶 Overnight Hydration Treatment 是一个过夜用的保湿乳 质地呢 是这种很轻薄的样子 我一般看我什么时候洗头发 白天我也用过 晚上我也用过 它产品的吸收力 是非常好的 吹干头发之后 其实感觉不到任何产品的存在 头发就是一个很乖 很顺滑 我觉得是真的有做到hydration 很保湿的一个状态 顺再说一下 这个系列的洗发水 我觉得非常不适合吸软它 它就太顺滑了 洗完头发 就是整个贴头皮不好看 然后就是这些护发的小工具 我特别爱买梳子 就任何气垫书啊 按摩书啊 我楼上还有很多很多把 我很推荐呢 有两把类型的梳子 这上面有太多头发 我拿远远给大家看 它有一点气垫 但是它的气垫比较硬 我主要是喜欢它这种 非常非常软的疏齿 这三把的品牌都是 Wet Brush 它们算是很早出这种 软疏齿的一个品牌 现在我看也很多品牌 出这种很软的疏齿 它主打的就是 在你湿发洗头发的时候 都是可以用的 基本上不太会拽掉你的头发 因为如果你头发 有打劫的地方 它就过去了 它不会一直扯在那边 然后越扯越紧 所以这个我非常喜欢 它们家梳子 我真的买了很多把了 有的时候用太旧了 就不想洗 然后就重新又买一把 这两把是小朋友的 小朋友头发很容易打结 所以这个样子梳子 很适合它们的头发 第二把是像这个样子的按摩梳 这个严格来说 它不太能梳头发 它梳头发不舒服 有点太硬了 我这个品牌叫做乐颜 好像很久以前的视频里面 跟大家提到过 它是一个头皮按摩的梳子 你看它梳齿 很粗很粗 而且是很硬的 你这样怎么掰的掰不动 我觉得应该是木头做的吧 整个这个上面手柄 也是木头做的 我拿它就一个用途 就是按摩头皮 洗完头发之后 就是从前往后梳 我会一直梳到这个后颈 到斜方肌子这个地方 然后再从左往右梳 从右往左梳 你这样一圈梳下来 整个头皮非常舒服 就整个大脑 都好像你放空了似的 像这个按摩梳 我之前还买过水牛角的 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一种 因为它梳齿很粗很宽 这样你在头皮上 不管是这样按压 或者这样梳过去 才会觉得有舒服的感觉 太细的梳齿 它就会有刮的那种感觉 就不太舒服了 这个也是我前后买过很多把 因为小东西我总是弄掉 最后一点是关于饮食类 也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像不管是头发呀 还有皮肤啊 其实跟我们的饮食 跟我们作戏都是息息相关的 少熬夜 对于头发 皮肤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 在饮食方面 我自己对自己要求就是尽量吃新鲜的食物 虽然我自己做饭并没有很厉害 但是我还是会要求自己 每个星期去逛一下超市 然后多买一些新鲜的食材做饭吃 以上这些呢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关于头发护理的小经验 今天视频里面分享的部分产品呢 可以在LookFantastic中文站上购买到 LookFantastic也是我这五年来 很信任的一家海淘网站 在上面经常会发现一些 很不错的小中品牌 如果你的坐标在海外下单的时候呢 直接填写自己的地址就行 在国内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直接上他们中文站进行海淘 他们是全中文界面 全球直游 付款的时候是有支付宝 还有微信的选择 所以就非常方便 这个视频也有一个小小的福利 我们会送出一份 他们最新出的一个美妆蛋的礼盒 这个套装里边 我最喜欢的是MZSKIN的这个面膜 大经理面膜之前 在我的年度爱用视频里边出现过 非常好用 即时的提拉紧致 还有一瓶正装的WOW的喷雾 还有75毫升正装的BOMBOM CREAM身体乳 这个在北美也是特别的火 正装60毫升的AMELYS肌底霜 还有一支正装的SWEET睫毛膏 Iconic正装的眉笔 Grande Cosmetics的风润唇膏 这个也是正装的 另外两个是美妆 还有护肤的小样 整体这个套装里边正装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很划算 因为邮寄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次就在油管的评论区 抽一个小伙伴 送出这个大礼盒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可以留言评论告诉我 你被我种草到什么产品 或者是推荐给我一个 你最喜欢的护发产品 我会把具体的抽奖方式 还有今天视频里面所有分享到 我可以找到链接 放到下面info里边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